大家好 欢迎来到鱼传二虎世界 我们今天来看一种木料 这个在前几集的视频里面 有稍微略微提过的 跟印度小叶子坛 曾经并驾齐驱一时的 赞比亚子坛 那这个赞比亚子坛是整筒的 它是整挖 整拖 并不是六角平接的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这把赞比亚 就是整筒 整挖 并且搭配上高档的蟒皮 然后紧蒙 我们可以从侧边看到 琴马出是没有下线的 这是紧蒙 紧平 那这个赞比亚之前我们有拿它 跟印度小叶子坛比较过 如果没有看到赞比亚子坛 跟印度小叶子坛比较的影片 可以再往前去搜寻 赞比亚与印度小叶子坛的 差异性的比较 那我们今天是针对赞比亚子坛 本身的一些特殊条件 以及它所发生过的一些事情 我们来跟大家稍微做个分享 那赞比亚子坛它最早是在2009年 输入到中国大陆的木材市场 当时这个木材的身份并没有人了解 所以进中国大陆市场的时候 它是以印度小叶子坛的名称进去的 所以很多人 因为之前我们视频听有讲过 赞比亚子坛跟印度小叶子坛 外貌颜色密度 包含研磨出来的木粉 几乎都一模一样 让人家无法分辨它到底是赞比亚子坛 还是印度小叶子坛 所以它在2009年进到中国市场的时候 它是以印度小叶子坛这个名义进去的 所以当时的木材的身价非常的昂贵 但是到了2012年之后 它本身真正的身份就被揭发了 知道说这不是真正的印度小叶子坛 它是来自赞比亚 所以它的价格就回到它该有的价格状态 从此曾经在大陆这个市场消失了 大概有五年左右 就整个没有再进这个赞比亚子坛 那有的话也都是私底下增长起来 然后继续冒充着印度小叶子坛在贩售 一直到2017年 它才又重新以真正的身份 也就是赞比亚子坛 重新在木材市场上崛起 那投入各项乐器的制作 那所以我们现在湖琴 其实有很多是赞比亚子坛的高档琴 但是有可能它就直接被用 印度小叶子坛这个名称 在二湖的市场上销售 那为什么它会有这个条件 因为它的密度 在中国的木器研究单位上 它也是透过测量 它的密度硬度也都是大 尤其是密度它是大于一 它是沉水料 那所以它的密度材质香味特性质感 几乎都跟印度小叶子坛相同 那当时在2017年就有一个说法 就是说赞比亚子坛在2017年当时 如果再过十年 赞比亚子坛的身价会跟印度小叶子坛一模一样 也就是说它是具备有印度小叶子坛 未来身价的接替的一个木材 那现在这个木材 目前很少人会拿出来制作二湖 也是有 但是有可能我们看到的 它就叫做印度小叶子坛 所以它也不以赞比亚子坛这个名词 正式的出来市面上 所以这个或许以后看到的印度小叶子坛 其实就是赞比亚 这个不一定 因为如果说到它的木料价格跟印度小叶子坛都相同的时候 那时候印度小叶子坛可能不容易买 那赞比亚子坛取代了印度小叶子坛 那外观各方面又都一样 那就变成它变成是印度小叶子坛的另外一个替代木头 那身价会跟印度小叶子坛相同 包含它的声音的质量也非常好 那这个就是赞比亚子坛它曾经很辉煌过的一段岁月 那它目前让人家最 就是它的成名是成名在于它可以仿冒印度小叶子坛 到让人家看不出来 这一点就是 其实它就是赞比亚子坛 但是它在印度小叶子坛比较之下完全分不出来 所以各位如果想了解它跟印度小叶子坛的比较 可以去看我前面有一个制作影片 就是整筒赞比亚子坛跟印度小叶子坛的比较 那一个影片我们会有印度小叶子坛的琴 可以跟赞比亚子坛做一个比较会比较明确 那今天我们就要来看看这一把赞比亚子坛 搭配上高档皮之后 我们会产生什么样的声音 这就是赞比亚整筒赞比亚子坛 是非常值得收藏的木头 那在2017年说10年后 那也就是2027年也快到了 可能几年后这个木头价格可能是会大涨的 那各位如果对它的文献资料有兴趣的话 可以上Google打赞比亚子坛 它上面有非常专业的解说 以及对这个木材详细的介绍 那我们这个是最特别的 我们这个是枕筒枕挖 并不是六角平板的 我们这是相当不容易获得的一个好材料 那我们把它做成枕筒枕挖 枕托 好 我们今天来分享一下 左手持琴的时候 大拇指的一些现象 那这个现象呢 在我教学的实际体验以及我个人学习演奏这方面的心得上 有一个自己的感觉跟大家做个分享 我们在持好琴之后 这个大拇指基本上就是很放松了 含在这个杆子上面 含在杆子上面 至于怎么持的话 我们前几集的视频里面有曾经讲过 有兴趣的朋友再去找影片来看 那我今天要讲的是 在左手按指的过程中 大拇指他扮演着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以及他如何做一个协调 那你看我现在按十指 二指 三指 四指 你会发现大拇指实际上 他不是通通固定在某一个角度 再看一次 十指 二指 三指 四指 随着手指头一直往下增加的时候 我们大拇指的肌肉 他会透过延展 因为小拇指需要最多的延展 所以大拇指因为延展肌肉互相拉扯 他会形成一个上翘的动作 这个是正常的 那十指因为手最没有延展 所以大拇指的形状是最固定的 就在这个位置上 所以我们在拉琴的时候 在手指头在交替在按选的时候 就像现在这样 我现在一二三四 你会看到我的大拇指会跟着动 一二 一二 三四 那这个动是因为我很放松之后 手自己大拇指会跟着动 如果我大拇指今天不动 夹住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我这个手就会有一种很僵硬的感觉 因为我大拇指一直用力为了固定这个姿势 那这个状态就没有达到左一的一个放松自然 我们要的是很放松 很自然 所以大拇指在左手 手指头轮流按选的时候 它是会根据不同的手指头 而自己跑出一个特定的协调的角度 有以小拇指 大拇指上台的角度是最大的 然后其次是无名指 中指 食指是最小的 因为食指离手指头 最近 最近 所以它在动的时候 大拇指最不需要做一个延展的动作 所以我们大拇指是非常的松弛 在上面含着琴 不要紧紧的夹死 也不要翘着 有一些学员翘这样 都一直翘着 那这个手其实就是用力了 整个手很僵硬 因为你的手平常不会长这个样子 手放松的时候是长这个样子 不是长一直比站这样子 这个手已经有用力 手很放松 很放松是一个圆的状态 那你看 当我们不拿琴 母指跟食指 跟中指 跟无名指跟小指 实际上它会有一个对应的行为 食指 中指 无名指 小指 食指 中指 无名指 小指 那这样对应行为 手指 它自然会灵活 那如果母指都固定一个圆处 那手指头就会这样 很僵 实际上是这样 他们会互相的牵动 只是看哪一个手指头去碰弦 而不是大母指 一定是僵住某一个姿势 然后手指头一直在动 这样手的肌肉是一个很紧绷的状态 我们再看一次 食指 中指 无名指 小指 连续动 整个手放松 大母指是会跟着动的 不要太介意 那如果你大母指不太会动 那已经很放松 不一定很会动 没有关系 那完全是看你的大母指的肌肉 跟你的手指头 它的联动关系 是如何构成的 那这个就是 持勤按选之后 大母指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那一样的 如果你有跟老师在学习上课 那请你跟着你课堂的老师 去学习方法 大母指该如何放 该如何放松 这一点可以直接请教你的指导老师 我们这个影片就是给 没有跟老师学习的 或者是你当作是一个课后复习的影片 是非常好的 千万不要因为说 反正有网络上有教学影片 可以看你看教学影片 自己来学习就好了 那实际上因为你没有人指导 有很多的观念跟方法 实际上 影片是单向的 留老师教是双向的 才有办法改正学员的错误 所以很鼓励大家 就近在你的县市 乡镇 找寻对你最近的老师 好好地学习 一定会学有所成 那我们今天就会用这一把 整筒战壁牙 只弹二弧 我们来拉一首曲子 看看它会呈现出什么样的声音 好 那我们就等一下来看声音 转发 打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